连锁超商内民众正在低头选购 正是听到声音在转头看 不得了居然是一辆休旅车 直直冲过来 吓得富人赶快往后退 被休旅车推往前的货架 仿佛商品海啸扑过去 这一幕让店员都看傻了 站在柜台前动都不敢动 高雄人物区这间超商 直接被撞进去 中午12点半左右 休旅车右转进超商停车场 似乎完全没刹车 反而加速往前冲 造势的是一名55岁男子 他说要停车时突然怪怪的 才暴冲撞超商 撞破玻璃落地窗 连天花板电线通通扯断 货架乱七八糟 还好没人受伤 驾驶酒侧数值零 还好没人受伤 但是超商货物毁损金额还在计算 这一条赔偿金额恐怕不是小数目 记得蔡吾妍林之会 高雄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日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张华检方调查 中州科技大学 乌干达外籍生黑公案 意外查出竟有政府官员 涉入其中 他是苗栗县政府劳青处副处长 涂荣辉 五年前曾经因为苗栗医院 搬遣问题 与苗栗市长大打出手 登上媒体版面 连同他在内 两名科长及三名承办人员 一共六人 疑似与中州黑公案相关 涉入贪赌案 被监方申请羁押获准 另外发现某县政府的图信官员 涉嫌违反贪污自罪条例罪行 监方调查 中州科技大学吸引乌干达外籍生 到台湾念书 学校又将学生交由仲介公司 引荐到外县市工厂 没日没夜工作 苗栗县劳青处疑似包庇仲介公司 并未裁罚 将图复作停职 然后我们会全力配合调查 涉案的劳青处副处长 被监方申请羁押获准 而乌干达外籍生来台留学 沦为黑工 却查出疑似有关原涉滩 台湾的国际形象大打扣分 解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19岁成姓男子18号搭机返台 他被一名灵性仲介骗到柬埔寨 居然是他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跟我们刚刚过那个朋友 讲的不一样 这里过了很好的时候 这里就是很轻松的 这里就是说 来这里就是像度假一样 一起去的还有一名正姓朋友 生死未谱 妈妈在台湾接到儿子求救 却筹不到赎金 他是不是要要求赎金 那我觉得 对 总共15万台币 没有人要借我 救不到他 我已经哭了好几天了 他现在给我们最后的期限是 这个礼拜六一定要筹到钱 不然要把他分撕 原来这三个人是19年玩伴 从小一起长大 也是高中同学 说好一起去柬埔寨 但临性仲介却落跑 因为仲介一个人 可以拿到6000美金 两个人约36万台币 他狠心卖掉两个朋友 18号成姓男子获救 正姓男子还在等待救援 知道他们是高中同学 他把他卖掉 他要很心关心 他也是说 是他自己要去的啊 我没有逼他啊 临性男子落网公称 5月时透过通讯软体 认识一名男子叫阿文 说简朴债缺工 介绍两人能赚36万 19年玩伴也当起人蛇 把好朋友卖去当主宰 警方要寻现找到幕后藏进人 但最煎熬的还是家属 就怕复不出赎金 儿子永远回不来 记者 继续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 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驾驶一路直行只见眼前陆树 却突然倾斜下一秒 陆树整个倒了下来 驾驶完全来不及反应 挡场压迫挡风玻璃 事发就在台北内湖 明权东路六段上 白色轿车车窗和前挡风玻璃 整个列成直逐网状 而驾驶正是前SBO球星陈世念 当时他开车返家途中 遇到陆树倒塌 车辆被砸个正着 开到一半树倒下来 到我有刹车啊 不然它就砸到我车底 运气很好了 没事 约六公尺高的陆树 以死因树根溃烂 造成惊险倒塌意外 一度占据辆车道 造成路段大塞车 相关单位货报后 也紧急到场将陆树拒断移除 有吓一跳啊 就突然 树倒下来崩一身 然后那个驾驶紧急刹车这样子 驾驶城市念目前担任 篮球队助理教练 过去曾效力台皮 玉龙纳智杰 台湾大等球队 主打控球后卫 2007年开车撞断路灯杆 早上哥哥替他顶包 这回因路数倒塌意外 再度登上社会版面 索性没有受伤 只是血迹一场 接下来 黄天耀 张美兹 蔡宏董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 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